我猜黑神王悟空PS5版不会出实体版光盘了 理由如下 一般游戏上市的时候都有个最佳销售周期 比如首日销量 首周销量 首月销量 因为这段时间热度特别高 比较好卖 黑神王悟空是8月20号发布 首发PC和PS5平台都是数字版 假如一个月以后出了PS5光盘版 但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最佳销售期 想玩的都买了 很多玩家都通关了 还有多少人还会再买个光盘版 有同学说了 想买一份收藏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 但试问一下 如果100位已经买了黑神王悟空的玩家 会有几个再买一份实体版做收藏 我估计不到5% 还有实体版游戏的成本是比数字版高的 比如你做光盘得有成本 包装物料得有成本 物流运输成本 还有垫头的成本 一般PS5游戏的实体版 它会和数字版同时发布 趁着首发热度 实体版也会大卖一波 但如果过了最佳销售期 再出实体版游戏 容易砸手里 赔本的买卖没人干 还有一点 实体版游戏在制作流通过程中 非常容易泄露 首发不出实体版 对黑神王悟空的保密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正常来说 PS5游戏如果有实体版 它至少会在游戏发布一周前就可以预购了 因为店铺渠道也得备货 现在距离游戏发布还有两三天 各大平台都没有黑神王悟空PS5实体版的消息 首发期间大概率不会有实体版了 好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给大家参考 具体有没有PS5实体版 以游戏科学官方消息为准